要安静的舞台 所以根据以往的经验 我们会希望放在中间或后面的 作为芒果综艺中的重要角色 P哥的质量被公认优于浪解 后者的粉丝们甚至一度自嘲 是乘风破浪的着地 尽管开播前外界质疑声不断 但来到第三季的P哥 依然交出了一张高分答卷 无论是舞台还是真人秀的群像塑造 芒果在成名艺人进演综艺领域 依然遥遥领先 四次公演过后 郑家颖 徐良 品贯 胡斌等八位哥哥 遗憾止步舞台 林志颖 王耀庆 胡彦斌 陈楚生四位队长率领四大阵营 冲击进入成团业的入场券 按照原定排播计划 P哥三武功本该在10月27日和28日双 更上下半场 但由于某些原因 最终只播了上半场的四个舞台 下半场的他不爱我 总麦田 裂缝中的阳光和青春延期播出 武功的赛制与前四公不同 四大阵营要携手为拿到更多家族席位而战 上半场的过线标准是870 下半场的过线标准是890分 且四大阵营八个舞台的总分 如果超过6624分 则全员安全 为了先保住第一轮过线 尽管四大阵营都不约而同选择了更有把握的舞台 但整体质量并不理想 槽点还是蛮多的 率先登场的林志颖阵营的侥幸者 舞台置井创意确实足够新鲜 但氛围太暗黑了 不仅与美好生活的主题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给人一种微富心词强说仇的感觉 胡彦斌阵营的《飘扬过海来看你》中 胡彦斌的唱腔被质疑炫技严重 反倒是路易的音色 在这类旋律性强的慢情歌中 尽显真挚 至于沦为博远和关志斌 不仅沦为了伴舞 而且昏暗的灯光 对他俩一点也不友好 陈楚生阵营的《动物世界》 延续了一宫舞台无数的剧情 这种续集型唱演舞台 前两季批歌都没有做到 陈楚生阵营开创了先例 王月新的一滴泪值得大赞 饰演心理医生的蔡国庆依然稳定发挥 陈楚生和罗杰夫虽然是配角 但在这个舞台中同样是发光的 四人靠默契配合 留下了一个优质唱演舞台 王耀庆阵营的《毅然一爆炸》 马晓龙负责的编舞依然足够震撼 但还是那个老问题 需要大量伴舞烘托氛围感 以至于马晓龙 魏哲明和何展成都埋没在了群舞中 何展成的solo虽然经验太着实太短了 当然了 绝对主角张远成功挑起了重担 不仅vocal部分最佳 而且演的部分也格外出彩 他因为从二宫开始就脱离0713组 而遭遇过大量质疑 但灵人 Joker第一次做人和《毅然一爆炸》 都是高质量作品 他在舞台部分应该是没有遗憾的 武功下半场虽然还没播 但武功的全部结果已经提前曝光 下周正片的播放量和话题度可能会受损 延播一周对皮革三来说影响还是蛮大的 上半场的四个舞台中898分的《动物世界》位列第一 同时也是武功全场最高分 飘洋过海来看你拿到893分台名第二 侥幸者882分台名第三 《毅然一爆炸》871分刚刚过线台名第四 下半场未播的四个舞台中 青春以886分拿到第一 走迈田以878分拿到第二 872分的《他不爱我》排名第三 867分的《裂缝中的阳光》排名第四 两轮比拼过后 胡彦斌团队终于不是千年老二 以9分的微弱优势 险胜陈楚生部落拿到第一名 并且提前拿到了两个成团席位 王耀庆阵营和林志颖阵营则并列第三 除了舞台排名外 武功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也已经曝光 尽管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 成团趋势大局已定 大部分哥哥的名次都不会有太大变动 但依然有几位值得一提 首先 资历和国民度都不算一流的王月新 拿到了武功的人期第一名 单看这个结果的话 绝对是很多观众的意料之外 甚至是震惊的程度 但是 单单是他在动物世界中的畅演表现 就完全配得上这个人期第一名 就连胡彦斌都表示 之前一直把他当歌手看 原来他演技也这么好 王月新的这趟披荆斩棘之旅 绝对是不虚此行 虽然从二宫开始 就紧跟大哥陈楚生的步伐 但他唱过 跳过 演过 说唱过 高颜值 强能力 真性情都得到了更多路人观众的认可 除了王月新外 同为0713再就业男团的陈楚生 和张远的名次也很高 前者第三 后者第四 这三人武功名次 都位列前五 当然了 同为2007届快乐男生的余浩鸣 大代率成团无望了 三公到五公的人期排名 依次是第25 第20 第21 他来演人的吸粉能力 还是不如真人秀综艺 本季的两大冠军候选人 林志颖和王耀庆 武功名次分别是第六和第七 双双首次 跌出了前五名 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俩 无人C位的一个信号 如果是的话 那么胡彦斌夺冠的希望 可能会大大增强 尽管他没有拿到过人气榜第一 但从初舞台到武功 从没有跌出过前五 实力方面远胜王耀庆 发挥也比还没完全恢复的 林志颖更好 弹壳的名次 从四公的第21升到了第16 再加之 他在四公真人秀环节 接地气的遗憾表达很圈粉 他成团业逆袭的可能很大 节目初期被誉为皇族之一的马国谦 不仅遭到了节目组尽头的抛弃 而且人气也直线下滑 武功跌到了卡位的第17名 成团业能否保住这个名次都难说 两大舞者马小龙和何展成的名次都不理想 前者是倒数第三的22名 后者是倒数第一的24名 如果这就是他俩双双不成团的信号的话 绝对是本季妥妥的工具人 总体来说 即便武功已经是批哥三的半决赛了 但节目组依然在想方设法制造悬念 人气榜第一的位置又有了新人王月新 成团为下位区的竞争趋势 依然激烈难以捉摸 但所有悬念 即将在11月5日录制的决赛后见分晓 批哥三从播出之日起 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虽然前期饱受争议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终于证实了这档选秀类综艺的强大与影响 到现在为止 无偿演出下来 13个哥哥都确定了自己的组合 其中有兄弟组合 0713组合 最受欢迎组合和rapper组合 每个兄弟都有自己的背景 个性 魅力 林志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娱乐界名人 林志颖 一个不需要多说的人 因为其表演的各种类型的节目 深受大家的喜欢 她是一名资深的歌星 艺人 有着相当的演艺经历 林志颖乐观的个性 与诙谐的个性 总是吸引着她 她不但是乐坛上的佼佼者 同时也是综合舞台上的听众 她在批哥三里的表演 和以往一样优秀 受到大家的关注 王耀庆 一个天生的音乐天才 王耀庆 一个被广泛关注的乐坛天才 其在乐坛上的天赋 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擅长作曲 编曲及创作 其创作风格 广受青少年欢迎 已成为华语歌坛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批哥三里 她用她的才华和才华 征服了所有的听众 胡彦斌的冠军回来了 胡彦斌是演艺圈里 公认的小天王 她以帅气的外表 充满激情的歌曲 征服了无数的女粉丝 她的乐曲永远都是 那么的浪漫 那么的动人 在演出期间 她以其非凡的音乐天赋 和非凡的个人魅力 成为全场主目的中心 蔡国庆是一名 杰出的作曲家 蔡国庆是一名 伟大的作曲家 她的作品被广泛地传播 并且成为了一部经典作品 她在音乐上的天赋 是无与伦比的 她的工作 也获得过许多奖项 她在表演中 表现出了她的才华 征服了所有的听众 陆毅 陆毅 演技精湛 演技精湛 深受大家喜爱 她沉着冷静的个性 让她在整个演出过程中 显得与众不同 苏建信 新生代音乐 新兴苏建信 其音乐创作 富有创意与生命力 颇得青年人的青睐 她在表演中 展现出的天赋 和年轻的朝气 深深地打动了听众 陈楚生 陈楚生 是一位以摇滚乐 著称的歌手 她的歌曲充满了热情 与紧张 有着自己的个性 她独特的性格 以及她的音乐方式 让她成为了 娱乐界的一员 在演出中 她的演唱 一直都很有感染力 让人印象深刻 张远 张远 这位被广泛关注的音乐天才 不但拥有卓越的音乐天赋 更是一位极富个性的艺术家 她的音乐创作极富创意 总是能为听众 带来全新的感受 王月欣 王月欣 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 她不但在作曲方面很有天赋 而且精通各种不同的乐器 她的音乐创作 曾获得过许多奖项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她在表演中 展现出了她的天赋 和多才多艺 马伯谦 著名的音乐天才 马伯谦 其创作富有创造性 与生命力 具有先灵的个性 她的音乐 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深受青年听众的欢迎 她用自己的音乐天赋 为大家献上一道 视觉和听觉的大餐 罗杰夫 著名的作曲家 罗杰夫先生 她的音乐天赋 和敬业精神 给整个演出增添了光彩 伯远 伯远 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 她不但精通各种乐器 而且在音乐方面 也很有天赋 她的歌曲 很受听众的喜爱 也很受人们的喜爱 她在表演中 表现出了她在音乐方面的天赋 董宝石 著名音乐人董宝石 以其出色的音乐才能与敬业精神 为本栏目增添了不少光彩 张栋梁 有才能的音乐家张栋梁 以其出色的音乐 才能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关注 她的音乐创作 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 是演艺圈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在演出中 她展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 让人惊叹不已 李久哲 李久哲 是一位有才华的作曲家 以其富有创意与生命力的歌曲 赢得了众多青年听众的喜爱 在演出中 她因其独特的音乐才能 而广受赞誉 并不断为听众带来全新的视听感受 瘦瘦歌手 流行于饶舌歌手中的新位歌手 以其富有创意与生命力 而广受青年听众的喜爱 在这个舞台上 她的饶舌能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她总是给人以惊艳的表现 马晓龙 著名编舞大师马晓龙 其编舞节目广受好评 并为许多歌唱家 献上了美妙的舞姿 在表演中 她展现了自己的舞蹈编排才能 让大家大饱眼福 在批歌三里 很多歌手都在争锋相对 每个个个都各有各的个性和个性 在如此残酷的比赛中 他们出色的音乐 才能和独特的性格 使整个表演变得非常有吸引力 张栋梁与李久哲是最有希望的组合 在这两个rapper里 瘦一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在舞蹈演员中 马晓龙是最有希望晋级的 因为他的舞蹈编排技巧 和受欢迎程度很高 总体而言 此次演出既是一次歌曲竞赛 又是一段演艺生涯 每个兄弟都大胆地在台上展示了他们的音乐才能 不管最后能不能组成团体 他们都是冠军 批歌三的大获成功 充分说明了这档真人秀节目的特殊吸引力 同时也是一次听觉上的饕铁大餐 每一 颜ő 颜色才能点出